好 第1 各位 親愛的小老弟老鐵們 又來了 那我們這一集呢 我們來看這個 一樣齁 我們來看這個 JT Legend的這個品牌 JT Legend 好 那這個殼一樣就是 他也是屬於非常輕薄的 可是這個殼就是他又有防摔 所以他是有軍規防摔的 他就比就是上一個殼他會更防摔 那他也是屬於輕薄型的 所以這幾集我是來找這種輕薄的手感 再多找幾個品牌來供各位去選擇 那這個是Hybrid Cushion 這個也是 蠻不錯的 那這一個殼 他是有一點那種炫 就是有一點顏色 就是有一點那種彩虹 彩虹的那種顏色 那他這個殼就是 這個包裝啊就是做的 就是像後面這種彩虹的這種顏色 然後他這個殼就是有這種 四個角有這種 氣囊啊 然後一樣有防水波紋的 四周螢幕有保護 還有他的背板一樣是非常精透的 那這種 這殼是一定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個差別是在於說這種輕薄的 現在要找這種很輕薄的手感 他也是有符合均規 就是1.22米左右 然後這個殼就 跟上一個那一個 透明的 就是Crystal Feather 比起來就是他又稍微厚一點點 可是其實還是蠻輕薄的 然後他的這個背板是有這種 彩虹的顏色 那這種彩虹的顏色有好處啦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會怕黃啊或什麼的 你其實可以買一種這種有顏色的殼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細節 那他這個 這一個殼 這個就沒有機器的壓線了 這個的收邊就是 這個就更漂亮了 這個更漂亮 然後 然後他旁邊這個是有一點圓虎的喔 他這個是有一點圓虎的 整體而言 這個很漂亮喔 然後這種圓虎的話 他如果設計這種圓虎的話 你輕薄的手感又有這種圓虎的話 這個在摸會很舒服 而且他這種邊收邊都很好 我們先看一下他多少克好不好 然後他這個 他的這個背板我覺得摸起來明顯 就比剛才那個更厚 這官方的話大概是說23克 我們來量看看 我們來測看看 那其實我們測大概都會跟官方的大概差個 一兩克是在正常的範圍之內 還有我這比較軟啊 所以就是大概誤差一兩克 官方是說23克 26克 為什麼還是26 官方是寫23克 那我現在測是26克 大概差3克 26克 那其實也蠻輕的 它這個大概落在原廠的透明殼 大概是落在原廠透明殼的那個重量 26點多 但是其實也是很輕的啦 因為它這個有做防摔的啊 它這個側面這個是有防摔的 而且它是 這種材質是 我覺得它背板比較厚 然後我覺得它後面這個標籤也蠻漂亮的 它側面就沒有印製了 好那我們來裝看看 那一樣我說這種殼你一定 要先把它清理乾淨 我先清理一下 但是我會建議你們還是要仔細清理啦 我現在開箱都一進到底嘛 所以就是會比較快 所以沒有那麼清那麼乾淨 這個殼我覺得很漂亮 因為它的這個 旁邊側面這個亮亮的 哇這個很漂亮 而且它這個手感也很好 因為它是做有圓弧的 它側面是有圓弧的 然後這開孔都很好 然後這個就完全沒有 中間沒有那個壓線了 哇這個很漂亮耶 這個很漂亮 而且它是這種 它是這種 像彩虹的這種顏色喔 它是這種彩虹的顏色 看到嗎彩虹的這種顏色 那一樣就是還是要清理一下 裡面喔 這裡面可能沒有清理得太乾淨 這個光這樣照會有那種 彩虹那種閃光耶 蠻酷的 霓虹啦霓虹那種感覺 哇這個手感就更好 啊這個就會很安心 然後它的這個視角它說是有氣囊 可是我這樣看它是 它應該是有這種 它應該裡面有一個空間 所以可以緩衝 但是這樣子的話 反而會很漂亮 它收線只有這邊有一條 可是這個一般殼 都是收線會做這樣 這個是正常 這個很漂亮耶 你如果要輕薄的這個可以喔 這個非常可以 這個是什麼型號 我們看一下 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它的官網 我說這個Jet Legend Jet Legend Jet Legend 這個就是都做這種啦 它的框都有一個這個 很像那種工業的一些什麼 那個圖案 它這個是這個 雙料減震的 這個是霓虹 有霓虹色的 雙料炫彩的 炫彩的 它這個也是 它這一個是 它原廠是標23克 我們是測26啦 但是 應該這誤差還可以接受 它四邊有這種氣墊墊角 所以它這個是有軍規防摔的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很不錯的 就是這一個 炫彩的 然後這個背板 我覺得它這個背板又更好了 它這個背板又更厚 摸起來更舒服 然後我們看一下 有保護 有鏡頭 所以你看它這個背板是厚的 然後這背板是炫彩的 側面是透明的 背板是炫彩的 我覺得這蠻酷的 哇這個可以耶 這個非常可以喔 你如果有稍微比較多一點 要有這種輕薄手感 又有防摔 又有這種炫彩的 就可以直接提升這個 這比剛才上面那個 就再貴一點而已 但是真的很漂亮 而且它的手感好的原因是 它側面這個是圓弧的 好我們測一下這個 MagSafe好了 來 背耳精大大上場 喔 MagSafe是可以的 但是它明顯比較重 而且背板比較厚 所以它會掉下來了 所以這個建議還是 MagSafe 這個MagSafe都是可以的 建議是放在桌上啊 不然它會掉下來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可以 無線的是一定可以的 無線充是一定可以的 好那就是今天這一個就是推薦 很推薦喔 這一個 這一個就更推薦了 如果你想要輕薄手感 又有一些防摔 然後又不會很重 哇這手感真的很好耶 我看一下按鍵 然後JTE Legend它的這個按鍵啊 它就是會比較有彈性 它不會讓你那麼 不會像一般這種啊 我覺得它這按鍵就做得很好 我反而會 一般人會喜歡按鍵很好按 可是我其實會比較喜歡 它這種按鍵的手感 它會 它也是好按 可是它會比較趨近 像圓掌那樣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種按鍵 如果你太好按 你一碰它就很容易觸發 所以就是說 這個就是兩難 就是說 你又希望按鍵好按 可是你又怕它很容易觸發 那我覺得它是剛好做在 剛剛好的 它的按鍵我覺得我很喜歡 就是 它不會很好按 但是也不會很難按 就是做在剛好 拿一個彈性 哇這個可以耶 這個很不錯 好 我們最後看一下 就是說它這個 所以這個它的品牌 它這個就是 High Precussion 這個 JTE Legend 那就推薦給各位 那這個就是真的也很不錯 這種輕薄的金頭殼 然後這種金頭殼就是 這個背面就 本來就是會有指紋 只是說這種都一定 就是它的特性 但是說如果你還在 猶豫像小老弟的 那至少這個 它有這種顏色 你會比較看不出來 但是這個線材的 真的也是蠻酷的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 最好的設計就是 它周邊這個圓的超舒服的 這個圓的很好握 它是這種圓的 好那今天就推薦給 各位這個 JTE Legend的 這個 High Precussion 好 好那我們現在補充一下 就是說這個殼 它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說 這個 High Precussion 它這個線材 它是很漂亮 可是它就是 我補充一下 它裡面這個 它是完全都沒有 任何那個點點的 所以它這種 如果都沒有這種 點點的防護 它是會有 有可能會有水波紋 因為 畢竟這個 如果你是12或 mini 這種透 就是這種 晶透的這種 背板 它是玻璃的 它會比較會有水波紋的 現象 所以一般這種都會做 一點一點的 但是它這個殼沒有 但是我們就是測一下 我剛才裝是沒有水波紋 但是我會說 如果這種殼 它是有這種機會的 所以就是 你們可能要注意 第一個你的這個 這個要把它清潔得很乾淨 好 那我們來試看看 那我現在這樣裝上去 是沒有水波紋的 可是不代表它沒有 就是說我會覺得說這種殼 它有可能你故意去壓它或什麼 它已經是有做一點點的 就是中間會做一點防護 它其實是真的很漂亮 就是這種炫彩的 但是就是 如果你真的很刻意去壓它 它可能會有水波紋 那如果你會有水波紋 我建議是 你把殼拆起來 把它擦乾淨 然後 就是 再 再把它清潔 那我現在看起來 我的是沒有 可是我會覺得這種殼 可能會有機會 我試看看好了 我故意 我故意 用看看 像我這個蘋果 你看 我這邊就有一點點了 這邊就有一點水波紋 但是它 它已經在恢復中了 它一下就又要恢復了 側面是沒有 可能是中央這個部分 蘋果這個部分 它會有一點點水波紋 可是這個放久了 應該就會不見了 它又不見了 就會漸漸不見 所以就是 這種殼就是這樣 不過一般普遍旁邊是都不會 你這種中間和什麼 不要刻意去壓它 或怎麼樣 它現在這樣又不見了 所以就是這種殼 我最後再補充一下 它是很漂亮 但是它沒有做一點一點的 是會有可能 會有水波紋的問題 但是整體而言 我還是覺得真的是 很漂亮 它這個殼真的很漂亮 而且它這種周圍 這個真的很好握 然後它這個按鈕 它是有彈性的 它不是那種很輕易觸發的 它也不會讓你很容易 就按一下就跑掉的 它這個按鈕 今天我也是很喜歡 好 那今天就開到這邊囉